柳剧烈去年11月与矫网七年的女友惠丽分手 没想到今日却被曝与韩少喜热恋中 两人被目击同优夏威夷 从而传出恋情绯闻 对此双方的经纪公司都快速出面回应 与老朋友的旅行死生活不回应 不过也部分网友认为澄清力道不够 在网上印发热议 15日某韩媒独家报道称 柳剧烈和韩少喜正在热恋中 目前正在夏威夷一起旅行 两人在饭店游泳池等堂堂正正的享受公开约会 且毫不掩饰的打房享受公开约会 韩少喜和柳剧烈出现的是 每晚要价台币近两万的豪华连锁饭店 期间二人在泳池等开放空间中展现暧昧互动 画面被被周围的游客所目击 报道中还补充称 去年韩少喜和亲妹妹一起去柳剧烈的摄影展玩等 粉丝们间也常能看到两人私下见面 对此韩少喜所属社方面表示 韩少喜出道后第一次进行个人休假 她和认识很久的朋友们 女性朋友一起去了夏威夷旅行 剩下的都属于私生活 没什么可说的 希望大家给予尊重 而经纪公司并未把话说死 印发外界无限遐想 对比先前韩少喜和蔡忠硕传出绯闻时 经纪公司一口咬死的反应形成反差 让不少粉丝网友开始相信目击者的说法 对于该消息保持一定的疑虑 柳剧烈所属社方面表示 柳剧烈却是为了拍照而停留在夏威夷 但这是演员的个人旅行 希望大家能给予尊重 今后我私也不会对私生活空间里出现的目击谈 一一作出回应 希望大家谅解 日前还传出两人有望出演漫改剧魅惑竹燕的消息 恋爱传闻也进一步升温 双方虽然表示夏威夷旅行是事实 但对于是否恋爱没有表明立场 因此今后他们的动向将更加受到关注 但是不单单是恋情 包括此前二人的合作也纷纷不被看好 更是被朝美女与野兽的组合 3月6日有韩国娱乐圈相关人士对外透露 柳剧烈最近确定出演 由韩再琳导演正在筹备中的新剧《魅惑》 目前双方正在商讨相关细节 而在消息曝光后不久 就有媒体指出 韩少喜最近也收到了电视剧《魅惑》的剧本 经过积极讨论后决定出演 据悉《魅惑》改编自韩国同名漫画 本身的故事构架还是很吸引人的 讲述一名落魄画家在接受了《神秘女子》 委托绘制肖像画过程中 所发生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故事 而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 画家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神秘女子》魅惑了 韩少喜将在剧中 试验女主南门宾馆主导者宋真华 身为吸血鬼的她 在拥有不老青春时 也有着一段悲惨的童年 直到绘制她80岁肖像画的男主出现 才解开了她随时愤怒的内心 让她有勇气纸面受诅咒的血脉 柳剧烈则将在剧中饰演男主演一号 落魄的画家生涯 让她连房租都交不起 最终由房东给她介绍了一份 报酬高昂的肖像画工作 本以为很轻松就能完成的工作 但却只能靠幻想作画 在被禁锢在宾馆作画的过程中 意外发现女主的惊悚行为 和上一位画家留下的不要完成画作 女主是吸血鬼的死亡警告 但在求生的过程中 却意外走进了女主的内心 虽然剧情设定是老套的吸血鬼和凡人之恋 但是黑色背景下的各种惊悚故事 却打破了以往跨越种族的甜蜜氛围 在增强了戏剧张力同时 也留下足够多的悬念 让观众好奇 由于此前选角出现后 两人都在考虑之中 不知道这次的恋爱传闻 会不会影响到两人的合作 并且在去年11月 柳剧烈与长跑七年的李慧莉 官宣分手 如果媒体爆料韩少喜去年和亲妹妹 一起去柳剧烈的摄影站玩术时 恋情的时间节点就有点困惑了 李慧莉和柳剧烈官宣分手 这段感情才刚踏入七年之样 却要分到扬镳了 和请回答1988最后的分手结局一样 观众更是直接哀嚎 他们分手了 观众谈给谁 其实在当时官宣恋情之处 网友非常看好这一对 当然和电视剧里的滤镜有很大关系 网友们对他们的情感 早已超过了普通的颗CP 大家都投入了非常多的真情实感 让在剧里的遗憾在剧外弥补 只是没想到 李慧莉和柳剧烈在大家都满心欢喜 觉得他们要步入婚姻的殿堂时 选择分手 相信CP粉的难过 并不亚于李慧莉和柳剧烈本人 毕竟这一对前情侣 承载着观众们美好的回忆 也投射了大家对纯情 而又热烈的爱情的向往 对于当事人而言 如果两人有矛盾 不适合 粉开肯定是最好的决定 虽然期间会搬有痛苦 但是伤口会愈合 伤疤会淡化 然而放着矛盾不处理 结果就不是这样了 其实在2023年中旬 李慧莉上综艺时就表示 分手早有欲照 他也会表示 柳俊烈不会给他发信息 有时候甚至一天都收不到一条短信 网友也将这解读为 李慧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在遭遇冷暴力 当然也被网友扒出 两人从2015年拍摄到2023年初的 请回答1988剧组聚餐时 一直是小情侣 然而那次聚餐中 李慧莉和柳俊烈没坐一起 柳俊烈坐在善语旁边 李慧莉和程宝拉坐在一起 与此同时 有网友拔出了两人分手的原因 网友表示 两人分手很大程度上 是柳俊烈提分手的 因为在请回答1988爆货以后 柳俊烈就实现了资源的飞升 在往后的几年口碑翻车 关注夜女论坛 还闹出了空手套白狼的争议 凭借着超高的知名度 投机赚黑钱 据韩国媒体披露 柳俊烈在2020年 以法人的名义 买下了位于江南区某栋的一块土地 并投资盖起了新的楼 建成之后 在2022年出售 赚了很高的差价费 如果说投资 买地建楼卖掉 可能无可厚非 但是柳俊烈买地的钱 可是贷款 他向银行 获款了52亿韩元 购买和建造 完成后 柳俊烈就以150亿韩元的价格卖出 在其中 获得了40亿韩元的行情差价 更有记者调查出 柳俊烈是有内幕消息的 才敢大胆完成这一系列操作 柳俊烈因此在韩国被骂得体无完肤 但他本人却丝毫不在乎 因为凭借着这些资本手段 柳俊烈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豪了 之后又发生了 他炒作环保人设翻车的新闻 据悉 当时柳俊烈在直播时表示 自己是环保主义者 不使用一次性用品 在剧组也是自己带着餐盘 结果被问到餐盘谁洗的时候 柳俊烈理所当然的回答 那个餐盘有经纪人来洗 思绮直接被韩国网友疯狂吐槽 嘴上说着环保 实际上自己一点也不做 餐盘都经纪人洗 此外 柳俊烈还包冷成为了白相应地 如此殊荣 让他在韩国的地位飙升 连片酬也水涨船高 而此时的理会力发展依旧平平 网友认为 名利双收的柳俊烈 在这个时候甩了理会力 丝毫不出奇 网友直接吐槽 柳俊烈就是野心太重的利己主义者 让网友感到唏嘘的是 李徽利跟柳俊烈刚在一起的时候 男方还是极其无名的小透明 而女方早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了 如今身份反转 但结局却截然不同 很多网友希望 韩韶熙能擦亮双眼 如果这次恋情是真 还请他赶紧逃 别回头 韩素希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 2020年让她爆红的吕多景一角 回旋标赚了四年又再次打到了她的身上 17岁来到首尔打工的韩素希 因为美貌获得不少时尚资源 直到2020年 韩素希才以夫妇的世界一角 吕多景 精湛演技打开了知名度 夫妻的世界剧情改编自英国连续剧Dr. Foster 讲述一对貌合神离夫妻的外遇故事 饰演魂音第三者的韩素希 明目张胆来到身为医院副院长的 惊喜爱诊间看病 更偷偷与丈夫朴海俊牵手 观众却很买单 大喊 小三五官好美好精致 越来越精彩的剧情发展 让第二集一播出就冲破11%熟视率 也成功让韩素希登上热搜榜 更有最美小三之称 演艺之路也随之攀升 后续主演的两部戏剧无法抗拒的她 Nemesis都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多年努力 逐步卸下了这样的昵称 而在今年三月 韩素希却因为个人感情陷入插足争议 14日 柳俊烈与韩素希近日传出同友夏威夷 在酒店泳池约会的消息 事后双方公司都出面回应 却没有正面否认绯闻 引发网友遐想 而耐人学位的是 柳俊烈的前女友惠丽 在绯闻传开后 在IG上传了真有趣的文字 并且取笑追踪柳俊烈 由网友就整理出三人关系的时间线 掀起热烈讨论 近日有日本网友在网上分享了 柳俊烈和韩素希的墓基谈 称自己在夏威夷时 看到两人在酒店泳池边的糖衣上洗脑 随后关于柳韩的恋情猜测迅速传开 在正式被新闻报道后 双方经纪公司都出面回应 知识声明中直解释 韩素希是与女性朋友去的 柳俊烈是因为工作去的 没有直接否认绯闻的私生活 或无可奉告态度 并没有打消网友们的疑虑 纷纷质疑柳俊烈分手会立后 无缝交往韩素希 网友还整理出三人关系的时间线 柳俊烈去年11月13日 官宣与交往7年的会立分手 但直到分手的前几天 两人在IG晒出的照片 都还使用住情侣手机壳 而韩素希在11月15日上传的生日文中 其中一张有猫咪的照片 就出自柳俊烈摄影展 而另一张北极熊照片 也被指与柳俊烈有关 因为柳俊烈曾为环保团体拍摄广告 呼吁大众关注北极的环境议题 今年1月8日 韩素希在IG分享了一对情侣款 绿色和粉红色海绵宝宝 而柳俊烈也喜欢海绵宝宝 然后就是3月14日白色情人节 被网友木鸡在夏威夷饭店泳池边约会 而在柳俊烈与韩素希 今日绯闻大爆发后 惠丽在IG现实动态晒出很像夏威夷的风景照 并配上文字真有趣 被怀疑是在讽刺柳俊烈 不过之后有网友找到惠丽拍的 其实是泰国的酒店 另外耐人寻味的是 就算分手也都没有退追柳俊烈IG的惠丽 被发现在今天中午过后退追了她 时间点非常刚好 对此韩素希也在个人的IG现动上 先后PO出和朋友共有的手链照 表示和朋友一再起出游 但没想到下一张却瞬间应战 韩素希在后面一张现动说道 我不喜欢有对象的人 也不喜欢以朋友的名义去关心或是留下空间 更不会妨碍别人的感情 韩素希甚至还直言 我喜欢换成恋爱这个节目 但是我的人生终不会发生 并在最后写下我也觉得真有趣 加上之前在SNS网络社区等 出现柳俊烈和韩素希下围一旅行的目击之谈 引发恋爱传闻 柳俊烈和韩素希方面 虽然承认人正在下围一 对恋爱传闻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韩素希的限动曝光后 立刻掀起网友的热烈讨论 甚至引起一番论战 不少网友认为 若真的没有也不用模仿惠丽的话来写 这样反而不像是在解释 而是呆有猪挑衅的意味 对此不少网友看了则纷纷表示 最后一句根本不用写啊 这是在互相较量吗 我也觉得很有趣呢 任谁看最后一句就是在当惠丽吧 2017年8月16日 柳俊烈与合作请回答 1988结缘的李惠丽 承认恋情公开交往 收获了大众的祝福 在恋爱长跑第7年的 2023年11月13日 据韩媒报道 柳俊烈与李惠丽表示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选择分手 成为相互支持的同事 不过因为分手后 两人既没有撕也没有吵 开始提到的 ins情侣手机壳也没换掉 看起来保持了体面 也给CP粉和剧粉们 留了一丝丝宽慰慰和念想 然而在韩素希与柳俊烈恋情发酵后 狗善CP分手时间线 在澄清中出现了大变动 16日一早 韩素希在自己的部落格发了长文 不但承认 宪政与柳俊烈是有达以上 更是做出了点腰澄清 希望可以让自己的粉丝 不要这么受伤 第一点 两人的确是应对对方有好感 而满满发展出关系 但是希望外界能拿掉 换成无缝接轨 虽然两人的确是因为写真展而认识 但是是透过自己的摄影师朋友 才去看展 会跟柳俊烈打招呼 也只是因为可能会一起拍摄作品 第二点 两人确定双方新意识 已经是2024年了 但是韩素希表示 自己听说柳俊烈跟那位暗指会立 分手却是2023年一开始就结束 只是11月才爆出新闻 韩素希是根据这个事实 才确认自己的心意 并继续发展关系 第三点 韩素希卑鄙的IG限动 韩素希认没错 的确是很卑鄙又龌龊 我明明什么都不做也可以 但是因为就算我不想看 也还是会看到 会听到各种谣言 所以我也突然失去了理性 做出了实力的行为 针对这点 我也要对那位道歉 更是要对自己没办法 显明处理这件事 真心对所有人道歉 更说让感情凌驾于理智之上 不管理由是什么 都是自己的错 但奇怪的是 柳俊烈李慧丽分手一个月前 两人还一起情侣旅行 虽然分手 宣言里给的官方说法 是考虑了三个月决定分手 但事实上分手就是断崖式的 分手前两天都还是情侣模式的相处 当时大家还认为 如果二人分享说有迹象 大概从李慧丽的话里能找点原因 李慧丽曾经说男朋友 对自己冷淡了 经常很久不给自己一个电话 感觉自己好像突然没有男朋友一样 当时大家看完这句话也没多想 只以为是恋爱长跑浓情转蛋而已 不管粉丝怎么力证 我的爱豆没牵涉到别人的感情里 但李慧丽瞬间曲观和反讽的反应比什么都有力度 李慧丽发文有意思之后 韩素希那边倒是回应超级快 说自己不喜欢有对象的人 不妨碍别人搞对象 不搞暧昧 最后来了一句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回应 没正面否认自己和柳俱烈恋爱传闻 却正面回接了李慧丽的真有意思 一段疑似无缝对接的三角关系 漂亮的前女友觉得很有意思 漂亮的新绯闻女友表示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 两个女生莫名其妙战火燃起 然后当事人李最丑男主角像个玛丽苏大男主眉眉隐身 好像个万人迷一般 怎么讲 她这秘之异性缘就像她的资源一样 16日韩素希的回应更让人摸不着头脑 提前一年前就分手 李慧丽和柳俱烈还伪装情人持续到11月才公开 不只是她说了谎 还是惨被柳俱烈给骗 一个又一个桂圈故事告诉我们 不仅男明星的嘴不可信 与明星的人间清醒也同样要打温号热 南韩娱乐圈再次卷入一场恋爱旋风的中心 去年11月 韩星刘俊烈与长跑七年的女友会立分手消息震惊众人 引发粉丝无限惋惜 然而最近刘俊烈与京城乖舞的女主角 韩素希在夏威夷度假的甜蜜照片 在网络上火速燃烧 瞬间成为热门话题 根据媒体报道 两人不仅在夏威夷的豪华饭店泳池旁约会被目击 还有日本游客将两人在泳池 亲密互动的画面散布于各大社交平台 让网友们热议不已 据了解 刘俊烈与韩素希分别表示此行为个人旅游 而关于热恋的传闻 双方经纪公司选择谨慎回应 保留了一丝神秘的空间 韩素希在被爆出恋爱传闻后似乎不受影响 连发了两篇IG贴文 画面中她身穿黑色蕾丝洋装 泼墨渲染过细袜 外达真挚外套 背着铜区的彩虹包包 脸上则是烟熏装 看起来勇懒又时髦 除此之外她也晒出 和友人一起带着同款海星手链的照片 也让人不禁猜测 其中一位是否就是柳俊烈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这段恋情传闻惊动了整个娱乐圈 网友评论也五花八门 友人为柳俊烈与惠丽的分手感到不舍 另一部分人则对韩素希与柳俊烈的新恋情报 以期待之情 正如一名网友所言 行刑之火可以燎原 这对璀璨的星途何去何从 真是又一段值得关注的恋爱故事 然而这样表面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几个小时 网友整理了三人关系的时间线 发现柳俊烈与惠丽去年11月分手前后 就与韩素希有些交集 加上分手时都没有退追柳俊烈的惠丽 却在今天柳俊烈与韩素希爆出绯闻后发文真有趣 随后退追南方 让不少网友纷纷质疑 是因为柳俊烈分手会例后 无缝交往韩素希 或是韩素希介入柳俊烈与会例 随着争议越演越烈 韩素希终于在IG限动上传了 请说明现在的情况的狗狗梗图 并配上文字发表立场 我不会喜欢有爱人的人 也对在朋友名义下赋予的可能性没兴趣 不会定义关系 更不会插足毁了人家的爱情 虽然喜欢看《换成恋爱》这个节目 但我的人生不会这样 最后更写道 我也觉得很有趣呢 明显在回应惠丽的发文 不过16日早 韩素希却发出长文道歉 不但提及与柳俊烈 正保持着良好的感情承认恋情 更表示因自己的不够理性而向惠丽道歉 他提到和柳俊烈确实抱持着良好的感情在交往中 但请大家不要用《换成恋爱》这一词 因摄影展认识柳俊烈为事实 但是通过摄影师朋友而参加 当初听说未来有机会合作演出 因此前去打了招呼 并且确认彼此感情是在2024年初 据悉柳俊烈和那位安指惠丽分手是在2023年初 只是2023年11月才出了分手报道 随后也像昨天讽刺惠丽 我也觉得很有趣 向对方道歉 我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听到和看到无缝接轨的传言 我发了脾气做出失礼的行为 我想向那个人惠丽道歉 我应该理智地回应这件事 我真诚地道歉 在文章中数度出现抱歉的词语 最后他也不忘向粉丝喊话 一想到仍然担心我的粉丝 我的心就痛 感谢你们毫无疑问地支持我 并相信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更承诺自己会学习控制好自己 以更成熟的样貌回归 该文章一出 网友们纷纷都傻住 除了有人质疑10月份的时候 惠丽跟男生还有约会 更多人狂轰柳俊烈 这男的上辈子是拯救全世界吗 男的到现在都还没出生 为什么都是女生出来说话 柳俊烈一点担当都没有一片负贫 并且在事情持续发酵后 柳俊烈才通过经纪公司 对外界的风猜进行说明 声明中称 柳俊烈从今年初开始 与韩素希确认了彼此的好感 并开始交往 接着再次说明 柳俊烈在与前任分手后 认识了韩素希 并在最近确认了彼此的心意 否认了无缝结轨的说法 接着抨击目击者的爆料 认为严重侵犯演员的人格权 曾请求尊重个人隐私 而非正式认证恋爱关系 导致出现了不必要的误解和猜测 最后更硬起来喊告 对于针对演员的恶意诽谤和侮辱性贴文 我们将通过法律采取强硬措施 对于虚假事实的名誉损害 侮辱和人格权侵犯 其实在这段感情中 不少人都是担心韩素希遭骗 是这段感情的受害者 毕竟美貌与路人员在那摆着 近段时间不管是巴黎时装周的耍大牌争议 还是认爱柳俊烈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 她苦心积攒的路人员 毕竟她年纪轻轻到手而打工 到现在韩瑜之手可热的一些女星 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并且她文中提到 听说柳俊烈与李惠利 2023年初就已经分手 虽然与他们二人 还存在互动的消息冲突 通过最美小三爆红的她 大概率也只是一个受害者 1994年出生的韩素希 从小有外婆带大 因为外婆曾说过 希望能在电视上看到她 而有了进入演艺圈的梦想 在高中毕业后 韩素希带着30万韩币 直身前往首尔追梦 更考上了法国的学校 不过应当时规定是名下存款 必须有6000万韩币 才能申请签证 因此逼不得已放弃了入学资格 在内之后 韩素希为了生活和梦想 曾在许多不同地方打工 包括烧肉店 咖啡店 酒吧等兼职 2016年 韩素希因为一组照片 吸引到广告商 并被邀请拍摄 Race饼干的广告 广告拍摄完后 她收到了2000万韩币的酬劳 当时韩素希惊呼 这也太好专了吧 并想着只要再多拍两支广告 就可以出国 不过她因为后来在演艺圈 有了更多 更广面向的发展机会 于是便一直以艺人的身份走到现在 2020年 韩素希因出演狗血复仇剧 《夫妇的世界》 而在一夜之间爆红 剧中 她试验插足别人家庭的 屡夺井一角 破坏了别人的婚姻 却觉得自己没有错 立直气壮的模样 让当时的观众都入戏太深 火猫三丈 不过韩素希却因亮眼的颜值吸引了大家 使许多人边痛骂屡多景的不知羞耻 一边忍不住赞叹她的美貌 更被网友封为最美小三 人气知名度都急速上升 不过此后的演艺经历 她都在努力地撕下这个标签 《夫妇的世界》 人气急升后 韩素希迎来了更多担任女主角的机会 当中话题性十足的 肯定就是搭档宋江主演的无法抗拒的她 无法抗拒的她中 高颜值的韩素希和宋江两人 有着不少亲密戏份 在当时引起了网友热议 甚至还传出了绯闻 2023年12月 韩素希搭档朴旭 出演惊悚韩剧《京城怪物》 同样好评如潮 韩素希在《京城怪物》 展现和以往不同的角色魅力 且许多动作戏场面都消化得很好 表现相当亮眼 吸引不少人注意 虽然也应表达对日本的神神厌恶 而丢掉了日本市场 但也正是她敢爱敢恨的表现 从出道以来至今 她从不局限于某种角色设定 反而勇于挑战不同且更多元的类型 凭着自身的用心和努力 持续突破自我 演技实力毋庸置疑 不管这次任爱刘俊烈到底真相如何 至少她还是直面舆论 关注粉丝的那一个 只希望她在这段感情中不受到伤害 距离柳俊烈和韩素希爆出恋情 已经过去了四天 这四天里 当事者三人柳俊烈 现任女友韩素希 及前任女友惠丽三人的反应 尤为引人注目 广大网友们都在猜测 柳俊烈是否是换成恋爱 18日地设公开了柳俊烈和韩素希的 夏威夷约会长 并且发表了一篇题为 只看手机只看地面 柳俊烈韩素希夏威夷约会的独家报道 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16日地设拍到柳俊烈和韩素希的约会照 两人正式承认恋爱的第二天 但并不是大家预想的样子 韩素希看着手机观察大众的反应 柳俊烈又默默地看着韩素希 用一句话总结 看起来一点都没有意思 并且根据照片来看 韩素希在夏威夷走路时 只看着地面 其实地设在夏威夷确认柳俊烈和韩素希的第一次约会期间 也提供了在韩国 对柳俊烈和惠丽的最后一次见面进行了采访 据采访结果显示 两人自去年6月以后就疏远了 实际上柳俊烈连惠丽的生日派对都没有参加 两人亲近的人向地设传达了当时的氛围 本来两人就不会向别人分享自己的恋爱史 但是不说也感觉到了 本来随时联系的他们 看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柳俊烈也没有来参加惠丽的生日派对 大家都感觉到了一场的气流 但是两人的缘分是7年 看来两人都没有说出分手这个词 就这样度过了夏天也度过了秋天 据说这期间两人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见面 两人真的决定分手是在11月初 为7年的恋爱画上了句号 分手新闻也是在那个时候被包出来的 柳俊烈在11月15日的照片个人展上 首次与韩素希打了招呼 带着韩素希参加摄影展的是摄影师朴依恩 她和韩素希是好朋友 也和柳俊烈恨熟 也是此次夏威夷履行五名成员中的一员 不过地设这次在这段恋情三个人中间 合起了悉尼 媒体调示 从会里的立场来看 有可能会感觉到有背叛感 两人11月宣布分手 但没过四个月 柳俊烈就和韩素希去了夏威夷 从韩素希的立场来看 可能会感觉很荒唐 虽然他们11月在展览中第一次见面 但当时并没有陷入爱情 据悉 两人是在谈论作品的过程中被对方迷惑的 从柳俊烈的立场来看 应该很为难吧 遇到了新的爱情也并不是换成恋爱 但是这份爱情在夏威夷被曝光出来后 会感觉非常抱歉 也很复杂 柳俊烈和韩素希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 爱情虽然不是罪 但却像罪人一样被观察反映 实际上柳俊烈 韩素希和以及同行的朋友 匆匆忙忙吃完饭 因为被韩国新婚夫妇认出来 就赶紧离开了 在回宿舍的路上 气氛一直很黯淡 韩素希的朋友排着他的后背 柳俊烈跟在一步之后 柳俊烈应该很生气吧 说不定会悲痛 委屈 心如火烧的 但是大众的关注是他该承担的 韩素希应该也很伤心 所以才不能放下手机吧 但矛盾的是 他应该放下手机 柳俊烈和韩素希 现在不该吵架 而是开始恋爱了 柳俊烈17日首先登上了飞往韩国的飞机 在机场的照片可以看出步伐看起来很沉重 不过在一些小细节方面 滴社还是有着明显的偏向性 他们报道称 韩素希柳俊烈第一次见面的时间 是去年11月15日 地点则是柳俊烈的个人站上 他俩是在柳俊烈和惠丽分手后才结识的 但其实滴社不可能不知道 他们早在2021年就有过广告合作 一同出演了欧币权的宣传 难不成当时的两人各自排各自的部分 网络合成直接下班 并且网友们扒出了 韩素希2016年两次点赞柳俊烈的IG 并且去年柳俊烈画展 他在网上分享了很多明星艺人 去看自己摄影站的照片 却独独没有刚刚认识相谈甚欢的韩素希 现在来看的话似乎是友谊必嫌 惠丽 柳俊烈 韩素希三者之间的气势之争已持续了数日 与前任分开没多久就遇到新人 在任何人的一举一动就牵动着无数人的娱乐圈 三人骑士面临着最恶劣的境况 据韩素希所言 他和柳俊烈在今年初才确认了爱意开始交往 原本该是最享受甜蜜爱情的时刻 却遭到了不少网友和粉丝的指责 SNS一天掉粉十万 这几日都过得战战兢兢 更多的则是被误解的委屈 一向敢做敢当的韩素希 面对这种情形时 选择的方法就是直接与网友对话 在个人BLG中亲自回答了网友们的疑问 也证实他连番的回应 虽然一定程度上让李惠丽受到了恶评 但不知是太过心急 还是其他原因 韩素希的留言逻辑不清 导致又被网友抓到了漏洞 事情非但没有平息 反而越闹越大 惠丽在几日前留下一句真有趣之后再未出声 其实柳俊烈和惠丽的经纪公司忽有关联 柳俊烈隶属于CJS娱乐 惠丽则是Creative Group RNG旗下的艺人 惠丽经纪公司的代表 曾是CJS娱乐的经纪人 他的舆论宣传 目前也是CJS的子公司在负责 因此事情发生之后 惠丽也相对保持了沉默 然而即使是这样 惠丽那句真有趣也遭到了不少网友的抨击 质责他发言太过草率 出道至今韩素希的人设 一直都是不在意他人目光的哭女孩形象 这也是无数粉丝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然而恋情曝光之后 他不管不顾的首位现任男友的做事风格 很难让众人将他与之前冷静哭帅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令不少粉丝很失望 这也是明星艺人们发生问题时都选择暂时沉默 观望事态发展之后再发表官方立场的原因之一 因此柳俊烈沉默数日的处理方法 看起来如狐狸一般狡猾 甚至有些卑鄙 却不得不说这对艺人来说其实是最正确的方法 毕竟他恋爱只是私事和自己的工作无关 根本没必要向大众一一解释清楚 有时候反而是多说多错还不如不说 而一人吃饭靠的全都是形象 如何塑造如何让民众相信 全都靠本人和经纪公司打造三人之间的纠葛 因为仅韩素希是与柳俊烈会立毫无关联的经纪公司 事发之后也只有他咬上了舆论的优尔 独自上阵应付网友 事情发展到现在 想必已经超出很多人的接受范围了 从最初舆论不停地在声讨韩素希 骂他是小三 到底毁李毁力 外界如今只关注李毁力如何委屈 以及韩素希是多么的可恶 反倒是柳俊烈没什么人讨论了 明明是三个人的故事 明明柳俊烈才是事件的导火索 他却没有了姓名 只剩下两个女人称为活把子 当真是消失的他 这也让韩素希在持续的争议中 拥有超过1770万粉丝的他 将自己的ins账号改成了私人账户 直到关闭账户之前 这位女演员一直都在SNS上活跃着 即使在爆出约会传闻 发酵时都未停止 明明是一同去夏威夷旅行 柳俊烈分开提前返回韩国 不过舆论中消失的柳俊烈 也不是没有开心的地方 长成那个样子 却能有两个美女为他开丝 真的值了 南韩女星李慧莉过去与男星柳俊烈 因韩剧请回答1988相识并相恋后 共同走过了七年 不过在去年10月13日 正式对外宣布两人分手 当时就令许多人震惊不已 当时通过双方经济公司正式 已经分手了 并称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没有吵没有闹 和平分手还是给到了不少CP粉 美好的念想 两人自打2015年的请回答1988 在一起后却非常低调 恋爱七年除了一些活动上同况外 两人很少发一些生活中的合影照片 如果不是知道两人还在谈恋爱 可能都会认为两人只是同事关系 以至于不少人都是重温 两人拍戏时的花絮来磕糖 不少粉丝也真心的希望 两人能一路低调的走下去 不过这次在柳金烈与韩素希爆出恋情后 霍利透过社群说了好有趣 结果引发了争议 至今战火都未平息 不过最让人意外的是 李慧莉暗讽柳金烈的内容 这次就让韩素希掀疾了眼 韩素希不甘示弱 在社群上表示自己没有介入两人 反抢我也觉得很有趣 在外界看来是否认恋情的节奏 不料隔天韩素希就发长文 认爱柳金烈 并向霍利道歉 很强势的在确认 自己并非借助柳金烈和李慧莉的感情 一边认定自己把小事搞大了 一边要坦然接受自己因为恋情 而导致人设受损的事实 即便正逐柳金烈直接选择沉默 韩素希的态度已经开始扭转口碑 3月16日韩素希连环发声 用谦卑的姿态将李慧莉推到墙角 有不少人扭转舆论风向 认为就是因为李慧莉的发文 害得两人被骂了一整天 指责惠莉同样身为女艺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发文的后果 这样真的不体面 甚至还有韩梅直接攻击李慧莉表示 你有趣了吗 媒体针对惠莉在得知前男友的恋情后 发文取冠大动作切割 让外界猜测双方并非和平分手 也引发劈腿小三等正义性话题 韩梅 Ocean责户河韩素希与柳金烈 标题写下了 把韩素希与柳金烈弄成泥潭的好有趣 始作拥着李慧莉你有趣了吗 报道内指出 李慧莉说出好有趣算是个人泄愤 但也同时给自己的形象带来打击 在还没正式承认的恋爱中 就轻率地用一句话引起争议 最后无论是经纪公司还是李慧莉本人 都没有收拾也没有解释 选择了沉默 询问也仅表示 无话可说 不过因为慧莉好有趣没有主词 那么也理所当然不用负责 大事要知道 李慧莉算近几年资源下沉 可他对待上一段长保七年的感情 说真有趣的资格都没有了 更不用提韩苏熙提到的分手时间线 漏洞满满 请回答1988后 当饰演狗患的柳俊烈 和饰演德尚的李慧莉恋情曝光时 没有演员恋爱 引来粉丝的呼天喊地 而是集体直呼 系里的狗患和德尚 终于在戏外走到了一起 这场感情一谈就是七年 虽然一直很低调 但每年都有粉丝晒 照两人一起外出汽车旅游的日常 比起其他演员恋爱都被唱帅 看过请回答1988的观众 都在期待他们早一点结束恋爱长跑 2023年1月 剧组重剧时刻 两人没有相邻 也被认为是番外偏离开出了花 在那七年时间里 李慧莉和柳俊烈 也的确是没有让看客们失望 虽然携手发糖不多 但是李慧莉会高调带着咖啡车 去给男友探班 一起参加电影节的红毯 他们也会罕见地在社交平台上 公布同框照 相爱七年 柳俊烈也的确很争气 从最初极极无名的演员 一步步成为了电影圈的大事男演员 曾经在韩国广告挂满街头的李慧莉 则是另一种姿态 从Girls Day成团出道 在事业巅峰期宣布恋情 对女爱豆的事业线就是一场劫难 沉迷爱情以及爱豆圈更迭中 李慧莉悄然暗淡 最初的女强男弱格局被改变 她的星光已经赶不上手持影帝奖杯的柳俊烈 两人给狗幻和德善上演过一段美好的番外 但和戏里最终错过一样 最终还是分别 其实李慧莉和柳俊烈的恋情 之所以如此惹人痴迷 94万人评出 9.7分的请回答1988 就是答案 可是生活最终不是偶像剧 李慧莉和柳俊烈让外界看到德善 终于爱上了狗幻 可是生活这本书 往往给的番外要更刻骨 相爱时女强男弱 时间错头下 柳俊烈成了影帝 她们的爱情最终也在双方经纪公司确认后 对外公布 两人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的确已经分手 而细心的网友发现 两人在宣布分手前三天 还用着同款手机壳 原本外界以为这是分开后 一个人投入了新的怀抱 另一个还不能释怀 多少还有点错过后 难以放下的伤感 韩索西看展和柳俊烈与李慧莉宣布分手的时间 只差了两天 两人之间的各种信息交汇 迎来质疑直指南方 早在李慧莉的恋情结束前 就已经有了新欢 有别于平常娱乐圈的三角恋情 带着请回答1988的滤镜 这可以被理解为 狗幻好不容易和德善走到了一起 但是在岁月蹭摸下 事业一路得意 于是开始膨胀 找到了更年轻 更热辣的新欢 曾经的白月光 也就成了衬衣领上的一粒白米饭 当韩索西摆出的谦卑和柳俊烈的强硬 提告互相交织 这就有了韩国网友 集体喊话李慧莉道歉的壮警 只是从韩索西的说法里 除开他用很有趣 换成恋爱之类的说法 暗示了李慧莉和柳俊烈曾经的感情 也有不少披露 2021年 他和柳俊烈就一起合作过拍摄 因此算不上是2023年才相识 第二点 他提到听说 柳俊烈和李慧莉早在2023年初就已经分手 但在此次风波之前 李慧莉和柳俊烈方面 都从未对外公布过两人分手事件 双方公司在8月29日时 还算否认了分手说法 如今韩索西如果是从南方口中听说 那就更值得玩味了 但问了如何 谦卑的韩索西如今是这场感情里的胜利者 不仅柳俊烈的力挺 还让网友呛声李慧莉应该对他道歉 在被韩国网友喊着道歉的声音里 李慧莉沉默了 和所有狗血距离失落的女主一样 她失去的不只是一段爱情 还有曾经在最春风得意时 义无反顾的那点热忱 我其实一直看不懂 李慧莉为什么要道歉 如果说柳俊烈和韩索西 爱得轰轰烈烈没有错 她又错从哪来 如果说李慧莉和柳俊烈 宣布分手那天 让秦怀达1988的滤镜有点裂纹 如今的这出闹剧 就让德善和狗患的滤镜彻底碎了 德善就应该选择阿泽 虽然后来的番外会如何不得而知 至少曾经被勇敢的爱过 德善啊 西外也不要选狗患 因为一开始不勇敢的 就真的不值得 争议持续三天后 两位女生为了柳俊烈炒翻天 男主角却几乎隐身 直到是今日下午 被直击从夏威夷入境韩国 她低着头一语不发 还是不愿发表意见 网友同批 没担当 像罪犯一样入境 超莫名的爱情大战 两位女生为了柳俊烈斯的不可开交 也属实是难得一遇 不过话说回来 1988年的很多纯粹爱情 都败在了之后的时间里 那些山盟海誓 最后都在岁月蹉跎里编制 狗患的那点真心 还是停在当年就好 发酵到现在 李慧莉 韩素希 柳俊烈三人 依旧话题不断争议满满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慧莉自发文真有趣后 沉默了数天后 突然在今日下午在IG发文 回应事件并道歉 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慧莉在IG上传了全黑的图片 在长文里 李慧莉提到的终点是 一 去年11月与柳俊烈分手 二 分手后与柳俊烈进行谈话后再无联系 三 那条新闻自己没有以演员李慧莉的身份理性对待 而是以李慧莉本人 表达了对这件事的看法 因此道歉 李慧莉发声后 网友几乎清一色地替他布置 理解他是因为和柳俊烈在同一个公司 并且由于李慧莉在的是子公司才道歉 但仍希望他能换公司 同时斥责柳俊烈没有担当 不过眼见的网友也发现 在道歉文里 他用是11月分手这个细节 作为了他最后的反抗 是默默打脸了柳俊烈新欢韩素希的辩解 以及还没为韩素希做的开脱 而夺方声援的韩素希 18日下午完成夏威夷行程后 通过仁川国际机场入境韩国 当天韩素希牵着经纪人的手出现在记者面前 他改变了路线 选择了与原定登机口不同的登机口 这给现场报道带来了一些压力 他化着浓妆 站在镜头前露出灿烂的笑容 展现了华丽的外貌 他身穿黑色牛仔裤和彩色开衫 对着镜头露出笑容 左手无名纸上还戴了戒指 这是他恋情公开后的首次露面 此时最受关注的就是 韩素希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 最近在夏威夷拍摄的照片中甚至没有出现这枚戒指 但他在机场现场的混乱中闪闪发光 引发了韩国网友们的各种戒毒 首先普遍的观点是他是有特殊意义的 虽然没有在前一天入境的恋人柳俊烈手上发现 但外界强烈反响认为 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可能有特殊含义 特别是韩素希在镜头前不断举起左手梳理头发 这一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人们怀疑他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与柳俊烈有关 此外韩素希背戴上佩戴的白色泰迪熊要尺圈 也被解读为想要炫耀与柳俊烈的恋情 韩素希对北极熊有着特殊的喜爱 柳俊烈去年还被任命为国际环境组织 绿色和平组织首位韩国官方公关大使 并共同制作了我是北极熊的宣传视频 韩素希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和北极熊要尺圈等 让不少人觉得现在一看到他就有种小人得知的感觉 好像回来炫耀式的感觉 甚至有人认为这和夫妻的世界里面他自己的角色一模一样 其实在韩素希与柳俊烈夏威夷恋情曝光后 根据分手仁爱时间线 对于换成恋爱无缝衔接的质疑声此起必复 当时的李慧莉更新ins图片是椰子树 配文真有意思 更耐人寻味的是 李慧莉发完真有意思动态几个小时后 直接取关了柳俊烈 她的所有操作都是针对柳俊烈一人 没想到韩梅先是跳出来帮韩素希说话 诚诚柳俊烈与李慧莉在去年年初就已经分手 而自己与柳俊烈直到11月才首次见面 柳俊烈新欢 现在人气比李慧莉高很多的韩素希 直接公开嘲讽李慧莉 韩素希先是公开了 自己就在夏威夷度假 其中还有与朋友带情侣手练的图片 后面干脆在韩梅力挺后 又在社交平台回击 称自己不喜欢有对象的人 也不会去妨碍别人的恋爱 更不会去换成恋爱 最后她还特意说一句 我觉得很有意思 此剧更激怒了网友 因为当年惠莉在拍请回答1988前 已经因为Girls Day成员身份走红 那时她是有20家代言在身的百姨少女 不说如日中天 至少也是大事爱豆 而柳俊烈呢 只是一个nobody cares的小演员 去面试198080 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坐着地铁去 还得靠商店店员的兼职维持生计 大事女爱豆和打酱油小演员 差距大的至少是两人颜值差距 请回答1988播出后 李慧力也是不予于力帮柳俊烈宣传 恋情公开后 对于柳俊烈而言是宣传大利器 但对神间爱豆一直的李慧力 却是一把双刃剑 事业上升期 爱豆公开恋情的风险 要比演员大很多 事实却是如此 柳俊烈拿到了白相应地 一跃急身泡菜过金字塔顶端 而李慧力事业却慢慢糊了 柳俊烈平台一直没关注李慧力 加上分售前 李慧力曾在节目中自爆 一天都没有收到柳俊烈一条信息 很多人觉得他是被冷暴力分手的 结果李慧力没说柳俊烈喜欢韩素希什么 却被韩素希跳出来挖苦 韩素希被骂后又发声道歉 但强调与李慧力实际分手时间 是在2023年年初 拖到11月才公布 他与柳俊烈在2024年初确认恋爱关系 不存在换成恋爱这个说法 好笑的是在回复网友中 韩素希表示柳俊烈和李慧力分手的时间 是他基于去年6月的新闻文章整理后写的 而不是问男友 在他发声后 柳俊烈的声明才闪闪来迟 他通过公司声明表示 是和李慧力分手后才和韩素希见面 并要起诉造谣网友 他们发声后 韩国网友直接态度一变 转头怒骂李慧力 要他道歉 倒是理智的网友直接可没这好脾气 直接深挖 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韩媒称2023年11月 两人才首次见面 柳俊烈也表示分手后才见面 但网友们扒出了 韩素希2016年两次点赞柳俊烈的IG 又翻出了两人2021年时 一同拍摄某品牌广告的活动 及视频截图 韩素希称 柳俊烈和李慧力是2023年年初分手 但分手前三天 两人都还用着同款情侣手机壳 而这个手机壳是11月才换的 10月两个人用的是另外一款 韩网最早曝光 柳俊烈与李慧力分手的时间是8月份 还是帮韩素希说话的媒体曝光的 当然我们此前也提到 帝社也出来帮韩素希说话 先是拍到韩素希与柳俊烈夏威夷合照 说两人心情不好 韩素希看起来也是予予寡欢 然后帝社还爆料 称柳俊烈与李慧力6人以后就疏远了 连李慧力生日也没有参加 直到11月才分手 期间都没有见过面 虽然帝社立正韩素希没有插足 这不正是说明了她是用冷包里的方式 与李慧力分手的吗 但很快就有韩国网友翻出 在李慧力和柳俊烈分手的那个月 就有韩国狗仔爆料柳俊烈7月劈腿了韩素希 但是因为这个狗仔不算出名 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 李慧力的亲友看不下去 出来爆料称慧力八年恋爱却一直被人绞舍根 过得很痛苦 两人去年3月开始疏远 决定互相给对方一段时间 去年9、10月开始说分手 审思熟虑后11月分手 而韩素希从夏威夷回来的照片 她对着镜头露出笑容 左手无名至上还戴了戒指 动态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让一些网友蒙回夫妻的世界 倒是柳俊烈依旧美美的当个隐身男 柳俊烈和韩素希的部分粉丝觉得 因为恋情被骂太冤 但事实上并不是说分手后不能找新恋情 网友更多的是心疼那个 在事业高峰期毅然攻恋情 却没能得好结果的李慧力 一个女生耗了7年的时间结束恋情 曾经的另一半冷暴力分手 又很快一似无缝对接有了新欢 新欢出来踩李慧力的脸 还没帮新欢说话 但事实又与他们言论相悖 现在想想李慧力的付出是有多么的可笑 被坑惨的前女友公开道歉 伤为的小三春风满面 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顶流三角恋 后续诞生了 剧情荒诞到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可现实中却真实上演 这次喊于的恋情瓜 无时无刻不再挑战着观众的神经 一个英俊不凡的当红顶流资源咖影帝美男子 鲜河漂亮的女团爱斗出身的国民女星 因戏生情爱情长跑7年 接着刚分手就无缝对接 以美貌著称的当红90花韩素希迅速恋爱 以她鬼斧神工般的颜值配上如此艳妇 真的让人大胎眼界 谁知道这种暴击居然只是开始 后续更扎恋 为了美男子柳俊烈 韩素希开启了为期好几天的疯狂输出之旅 震碎了所有人的三观 粉丝的脸被她亲自打得啪啪响 费文刚曝光第一天 韩素希被指和柳俊烈在夏威夷恋爱约会 由于一巴拉时间线发现柳俊烈在两段感情里一丝重叠 还很戳心的带着新绯闻女友 去了前女友最爱的夏威夷约会 被粉丝的前女友李惠丽发了个ins表示真有意思 柳俊烈对此一言不发 韩素希却主动冲出来对战了 她发了个小狗拿刀的配图 言辞激烈否认自己当小三 最后银扬了一句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虽然韩素希这句很有意思的回击 几乎等于把小狗手里的那把刀直接对李惠丽脸上了 但因为她没承认恋爱 还说绝对不跟有对象的人谈恋爱 粉丝和好感她的观众都信了 说绯闻无凭无惧不可信 甚至还有很多人拿性别维护她 说别对女生那么苛刻 早遥女明星和丑男恋爱太恶心了 粉丝还说我们姐姐很调颜值的 合作的都是男神级别 也只跟宋慧桥级别的美女贴贴 想也不可能看上刘俊烈 结果 越南爱女是人设你恋丑男才是生活 想玩李惠丽没几个小时 姐姐就迫不及待改口承认了恋情 且骚操作一个接一个绵缘不绝 韩素希亲自写小作文 一边官宣恋情一边称向李惠丽道歉 说希望大家祝福她的新恋情 不要用换成这种不友善的词 又说自己没当小三 李惠丽和刘俊烈是23年初分手的 自己和刘俊烈是2024年开始的 恋爱的基础就是确定对方和前任分了 还说自己是被恶评激怒失去理智 才对了李惠丽 我会向那位道歉 而且刘俊烈还给出了她应该很满意的护花行为 说和李惠丽先分手再认识的韩素希 没劈腿没出轨 没人当小三 一切都是误会和异策 谁在说不好听的话就告谁 问爱秀了还不够吗 对前任的插刀行为继续没完没了 韩素希持续N连发送信息和网友激情对战 回了一条说她形象下滑的留言 说新恋情就算让她形象受损 她也虚心接受 又回复了两条力挺她不是小三 劝她以后要学习成熟的留言 说自己知道自己错误比较大 又说知道自己态度轻率了 虽然委屈也不应该这么冲动 都怪换成恋爱刺激了自己 最迷惑是回答网友提问 为什么你要替别人公布分手时间 这个问题是 她给出来的答案居然是 李惠丽的分手时间 我是看娱乐新闻得出来的结论 大众一开始还以为她也是受害者 被柳俊烈蒙在鼓里 这下可好 她直接给自己摘了出来 等于说柳俊烈和李惠丽这对 搞掉恋爱七年的韩国国民情侣 具体啥时候分手 她压根不知道 柳俊烈也没亲口告诉她 她就看几条娱乐新闻 就替人家盖章 她俩2023年初就分了 即便后来又改口说 她俩6月份分的 也让人觉得离谱至极 这还没完 常温和回帖后 韩素希又关闭了ins 肥公开了 一顿操作猛如虎 又是喊冤又是卖惨 组合拳眼花缭乱 接着递射出马 曝光了韩素希柳俊烈的约会照 说他俩恋情曝光后 看起来明显不开心 心情受损 接着替韩素希柳俊烈洗白 说虽然从时间线说 李惠丽柳俊烈11月才正式分手 因此在李惠丽的角度 他会觉得被背叛了 但事实上 韩素希也会觉得很冤枉 因为他是11月才第一次认识的柳俊烈 是柳俊烈恢复单身后才认识的新女友 被骂小三很荒唐 而D社所提到的 他们拍到 韩素希柳俊烈约会伤心看网友评论的内容 韩国论坛上 有网友截图了韩少喜的约会照 放大细节后 看到韩少喜的手机画面 停留在知名女性论坛 女性时代上的投票环节 那个时间正好是由网友在该论坛上 发起了关于柳 韩恋情的支持versus反对投票 有超2万名网友参与了相关投票 投票结果显示 80%的网友反对这段恋情 不过即便是不被人看好 在男朋友狗仔队经纪公司轮流互花后 你别说海珍突然出现了一群 搞喊祝福韩素希柳俊烈 李惠丽必须道歉的正义网友 大获全胜的韩素希则在这个时候 重新打开了ins开关速度让人惊讶 短短三天干了一年的活 韩素希心情大好 有爱的夏威夷班师回韩 被记者打拍特拍时 更是全程秀无名纸戒指 姿态比他眼夫妻的世界里 最嚣张小三还风光 好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 毕竟除了发动所有能发动的力量 维护他声讨李惠丽 甚至他还收获了李惠丽的公开道歉 不过看起来一个春风得意 作用中五路最丑心境影帝占据上风 一个事业处于低潮期 还丢了爱情鼓里无怨被迫道歉 但谁应舆论还真不好说 居然是李惠丽出面道歉 这个结局很扯淡很离谱 但李惠丽的道歉内容 还是相当有技术含量的 短短几句话 说清楚了11月官宣分手 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结束 分手报道出来后 他和柳俊烈还有过对话 并说后续还会再聊一聊 可对方却爽约了 接着他就看到了恋人的新恋爱报道 所以一时情绪化发泄了一句 伤害到别人自己感到很抱歉 道歉却实施道歉了 但更垂了6月 男方开始冷暴力 11月对外宣称 分手又跟李惠丽说再聊聊 假装还有的谈 一转眼又跟韩素心神速恋上 至少李惠丽这边 他一句谎话没有 被冷暴力被突然分手 被动等待男方 却等来对方新恋情 而韩素心那边呢 被打恋的信息一个接一个 口口声声说 2023年11月15号 才第一次认识和说话 事实上两人早在几年前 就合作拍过广告 怎么可能四个月前 是第一次说话 另外韩网翻出11月份 就有人爆料 韩素心是柳俊烈的新恋人 说他俩早在7月9号上网 这是因为刚到分手和研制问题 没有人在意 两边对比 事实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不言而喻 不过吃瓜到现在 也没有什么不看好 只是希望韩素心可以锁死柳俊烈 明天就结婚也不是什么坏事 也庆幸李惠丽能重新开始 此前还没独家采访了惠丽的身边友人 对方透露惠丽和柳俊烈交往的7、8年间互相都很坦诚 珍惜对方 最近因为分手时间的问题被外界绞舌根 他过得非常辛苦 在整个2023年 他们的感情确实出现了问题 也经历了长期的冷战与思考 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 李惠丽应该还在等进一步的讨论 毕竟付出了那么久的青春 没人知道他这4个月忽然听到前男友新恋情的感受 不过德善啊 相信你值得更好的 这几天韩与有韩素希与柳俊烈已经正式承认恋情的震惊 到李惠丽发文发泄情绪 而美女为柳俊烈开思 谁也没能想到 最后却以妥妥的受害者李惠丽发文道歉结束 而在经历这些风波后 也是有不少网友认为 可谓是什么国配什么干 请二位一定要所死 别再去祸害别人了 先从韩素希说起 真是电视剧着急了现实 几年前让他成名的角色是福气的世界里面的小三 没想到如今自己也陷入之三当三的争议中 如今已经有不少人说他是本色出演 剧中韩素希饰演的小三和渣男进行自我心理建设 说回韩素希的回应 他在承认恋情时表示 自己与柳俊烈确认感情是在2024年初 而柳俊烈和李惠丽的实际分手时间在2023年上半年 分手报道在2023年11月 从韩素希从始至终的回应来看 他甚至不愿意提李惠丽的名字 一直在用那位来指代 真的非常不礼貌 给人的观感也很不好 他的这一回应直接让网友给打假了 柳俊烈和李惠丽2023年8月份传出分手 当时双方的经纪公司进行了否认 10月份他们疑似一起出去旅游 分手的前几天还在使用情侣手机壳 时间线被发现了大bug 一些网友在韩素希社交账号上提出了疑问 甚至担心他被渣男锁骗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是无辜的受害者 不过他却回复网友说 分手时间他是看报道知道的 不是问的男方 不知道该说韩素希太着急回应 还是脑子有点不聪明 都跟柳俊烈在一起了 直接问一下他和李惠丽 何时分手的就这么难吗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韩素希他超爱 宁可自己冲锋陷阵 冒着断送事业的风险 也不愿意把柳俊烈推到公众面前回应 所以就导致男方眉眉隐身了 另外他的回应里面还有其他的漏洞 他说自己和柳俊烈 是通过摄影展认识的 结果被拔出来 两个人在21年拍过同一个广告 所以当时拍广告的时候是替身 还是说撒谎太多 自己都记不清了呢 一次回应就被发现这么多漏洞 聪明点的话就应该闭嘴了 结果韩素希又接连回应了好几位网友的评论 再次把炮火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一开始韩素希的回应主要道歉 承认自己态度轻率 冲动 表示自己错误很大 从因此开始把小事变大了 就算是因为这件事情形象扫地 自己也徐心接受 这样看的话态度其实还可以 无非就是过于恋爱脑 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后招 悄悄地删除了六剧烈理会力 分手时间线的评论 并且清空了个人空间 现在这两个词条还在热搜上挂着 一边道歉一边破防 倒也大可不必吧 纵观韩素希入圈的这些年 演技没见着有多少增长 一番女主的作品倒是结了不少 代表作却是几乎没有 艳男爱女人设也是营销的飞起 韩素希曾拔出用艳男的漫画 当手机壁纸 清醒大女主人设立的文文当当 可私下恋情却没有停过 网友拔出了韩素希的历任男友颜值 发现都是长相平平 连粉丝也选择托粉感慨韩素希 艳男是生意 爱丑男是生活 如今谈个恋爱又承包热搜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勇闯内遇了 而之前被称为美女与野兽组合的魅惑 现在如果韩素希与刘俊烈还能顺利接荡的话 真要变成郭盖情侣大秀恩爱了 说完韩素希 接着来说柳俊烈 虽然她的存在感低 但她才是整件事情的核心人物 不能把她给忘了 借用韩国网友的评论 想到韩素希和李徽利 因为柳俊烈开思真的火大 从颜值来看 真心觉得两个美女的欣赏水平很有问题 柳俊烈的长相真的连丑帅都夸不出来 如果没有征换这个角色的滤镜 她的颜值着实是有点太抱歉了 柳俊烈17日自夏威夷返回韩国后 19日以一身大地色系穿搭 现身时尚品牌春季发布会 只不过在媒体拍摄时间 她不仅几乎全程面无表情 到最后才勉强挤出一点笑容 被韩美很酸根本是苦笑 就连现场记者要求她比出爱心手势时 也坚持以简单的回首带过 似乎生怕又被大作文章 事实上柳俊烈这次恋爱之所以被外界批评 除了矫枉时间线一丝重叠外 事发后任凭惠丽与韩素希 隔空交战也为主动跳出来发声 也被不少网友痛批没担当 而她在沉默一日后 才终于透过经纪公司发表声明 强调自己绝无无缝接轨 呼吁外界误在一侧 而分手时间交往时间线 被说得扑朔迷离时 她也没站出来说一句话 更让人好奇 相貌平平的她 是如何让两个美女爱得疯狂的 从才华来看 六剧烈当真是薛定恶般的才华 她去年办了摄影展 就是韩素希去看的那个 原以为是什么很了不起的摄影作品 但看到照片之后 真的也是给人看笑了 如果这也能半战的话 那感觉谁都可以 不就是用手机随手拍的吗 从演技来看 出道多年最深人心的角色 还是正换 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 然而她的资源却非常不错 已经到了令人不解的地步 有人说是因为刘亚人倒下了 所以中午录急需年轻男演员接棒 所以资源向她倾斜 电影大饼一个接一个 熬了很久 还给她拿了个白相应地 但获奖作品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不是最好的 她本人的演技还被一些吐槽式水地 当晚和刘俊烈一同竞争的男演员 分别是马东西 郑宇胜 朴海日 宋康浩 把奖给她当真是大大大爆冷 从口碑来看 她出道多年一直都热衷公益 加上又有征换这个包款角色 所以前期的口碑很不错 但是却借机炒房 直接把路人员弄崩了 2022年 她以公司名义贷款90% 买平房加土地 装修重建后出售 赚入差价约40亿韩元 因为此事 她被韩网友骂上热搜 说她投机倒把 在此之前 她不止一次地对外表明 对钱不感兴趣 对金钱完全不关心相比 赚钱更在意演技 谁曾想一翻车就来个大的 必是 她的经纪公司称是一人私生活 所以没有过多的回应 也让部分网友逆反 直接在评论区开码 只不过相较于韩素希 柳俊烈的角色滤镜更厚 加上在电影圈又很收捧 所以负面新闻对她来说 只是伤到皮毛 压根动不了根基 更何况韩国的中五路大咖 哪个不是负面缠身呢 物语泪据罢了 整件事情看下来 受伤的就只有李惠莉一人 前男友疑似是无缝衔接 七年感情又被前男友的 现任内涵是换成恋爱 惠莉在道歉文中指出 去年11月公布了 结束8年恋爱的新闻 但因为分手的过程 不是短时间做出的决定 且在分手新闻发布后 她和柳俊烈还说过 要再进一步讨论 但在那之后 就都没见过面 也为联系 因此四个月后 看到柳俊烈与韩素希的报道 才会产生情绪 恋爱八年分手四月 真的符合上节目的条件 更无语的是 部分韩国网友 还让她给柳俊烈和韩素希道歉 咱就是说 这个世界果然是 叮成我不认识的样子了 最后柳俊烈的爱 果然是戏里戏外都拿不出手 这个冬天恐怕也很难再看下去 请回答1988了 惠丽在18日透过个人YouTube频道 上传了一支标题为 如果要去东南亚旅行 请先看完这支影天的影片 这支影天是在 惠丽对前男友柳俊烈的恋爱传闻 表示真有趣后 退追南方IG引来韩少喜后续回应 让大众关注韩少喜柳俊烈与前女友惠丽的关系 并就此引起的风波中发布了道歉后更新的 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此次影片中 记录了惠丽在泰国曼谷画报拍摄的全过程 惠丽身着鲜艳色彩的服装 搭配波浪卷发 展现了与平常不同的性感氛围 惠丽在影片中表示 戴上隐形眼睛后 真的有很多人说 我的脸看起来不一样 他们都说戴这种东西会让脸看起来变化很大 最后他以一种神秘而梦幻的眼神 展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眼神交流 拍摄开始后 惠丽展现了专业的一面 变换了各种多样的姿势 尽管因为频繁的服装变换而可能感到疲劳 惠丽仍然在现场跳舞 努力不让气氛下降 真的很像那个永远都会为别人考虑的得善啊 惠丽在影片中表示 好好吃饭好好工作终于要回韩国了 这个礼拜五会以惠丽俱乐部的形式回来找大家 他预告了归国日程和努力工作的脚步 引发了粉丝的热烈回应 粉丝也纷纷在惠丽的影片下面留言 为惠丽应援表示 惠丽看起来过得非常好 对自己的职业有很高的理解 大众对惠丽的形象也非常好 我只知道惠丽很活泼 但他本身好像还是个安定型且很好的人 能与许多人保持友好的关系 这次事件让我对惠丽更加有好感 也更加关注他了 真是个不错的人 这次事件让我重新看待惠丽了 以前只是把他当作演员 偶像出身 一个明亮的人 但这次让我看到了作为人的惠丽 她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这次事件让我看到了惠丽是多么睿智深沉的人 已经成为了她的粉丝 惠丽我会一直支持你 但其实镜头下的快乐 也仅仅是惠丽想让大家看到的一面而已 从卷入舆论漩涡的时候开始 李惠丽一直都是那个最大的受害者 还没独家采访了惠丽的身边有人 对方也透露惠丽和柳俊烈交往的七八年间 互相都很坦诚珍惜对方 最近因为分手时间的问题被外界嚼舌根 他过得非常辛苦 舆论发酵多天 在多重压力的影响下 18日的惠丽通过IG道歉 表示没料到自己一个小小的行为 会带来如此大的争议 去年11月媒体公开了他和柳俊烈分手的消息 4个月后看到前任有新恋情的消息后 因为瞬间的情感起伏 才在IGSTOR外发布了真有趣那样的言论 为此道歉 不少人都注意到他咬定11月正式分手 是无声的回击 但其实忽视了分手后 二人还进行了沟通 这4个月他还在等 等对方回头的可能 结果与前任转身爱别人 撞了个满怀 他真的不通吗 我不相信 毕竟这7年和和柳俊 谈了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把自己的事业运都丢没了 而这次大家之所以这么气愤和一难评 即使不是在于李慧莉和柳俊烈没有走到最后 而是在于真的心疼李慧莉付出的7年 当年慧莉在爱情回答1988前 已经因为Girls Day成员身份走红 那时她是有20家代言在身的百亿少女 不说如日中天 至少也是大事爱豆 而柳俊烈呢 只是一个没人在意的小演员 去面试1988时 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坐着地铁去 还得靠商店店员的兼职维持生计 大事女爱豆和打酱油小演员 差距大的至少是两人研制差距 直到两人合作了1988 G还在播时 李慧莉就在节目上说 柳俊烈最接近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后来请回答1988播出后成绩不错 柳俊烈才开始在韩语有了姓名 也因为距离狗幻和德山的错过 让不少人渴起了他与李慧莉的CP 狗幻的角色滤镜 让不少人看上了柳俊烈的脸 当然如今只剩下狗没有幻了 后来两人聚外走到一起 也算是弥补了不少CP分距离的遗憾 2017年两人被韩梅排到甜蜜约会后 便公开了恋情当时用的还是剧照 恋情公开后对于柳俊烈而言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对神剑爱豆一直的李慧莉却是一把双刃剑 事业上升期爱豆公开恋情的风险 要比演员大很多 后来两人的事业发展更是逐渐有了差距 柳俊烈乘着暴剧的东风 开始进军中午路 合作不少好班底 演了很多质量在线的电影 和李慧莉谈恋爱的七年 柳俊烈已经从白想一大赏男星人 一月成为白想影帝 极深韩国娱乐圈金字塔顶端 他和李慧莉的感情 比起早期时两人大方秀恩爱 后面已经非常低调 低调到偶尔会传出分手传闻 就连印斯他也从来没有关注过李慧莉 两人的事业差距越来越大 在慧莉的采访里 也能看到柳俊烈和他的关系像 前辈后辈导师学员夺于情侣 就比如美极评估他在剧里的表现 就在两人分手前 李慧莉曾在节目中 自曝一天都没有收到柳俊烈一条信息 这种冷淡到给人感觉已经不爱的态度 是不是才是分手的关键 柳俊烈这几年人红是非多 还因为空手套白狼事件饱受争议 他以58亿韩元 在首尔江南区一三洞购置一块地皮 并投入24亿韩元建造建筑 2021年9月完工后 2022年挂牌销售 最后以150亿韩元成交 两次投资的钱全是贷款 自己没出多少钱 转手却赚了两倍 李慧莉虽然事业大不如前 但一直敢于发声 在N号房事件发生后 他也是第一时间发声 要求公开涉案人员真实身份 他这些年也没有什么大的负面新闻 少说的负面他也是苦主 这次也算是他为数不多的争议事件之一 七年的时间 两人之间的事业与地位 发生了到转班的变化 大事女爱豆成了再无暴剧的普通女演员 无名大龄男一人 反而翻身成了中五路明星 不少韩国人甚至觉得 他可以接班刘亚人 女方的事业运 在这场七年的恋爱里 仿佛被男方吸干 得到的却是从来没有被关注过的因子 可分手后不到四个月就有的美艳新欢 还出来阴阳怪气踩到他脸上 多讽刺十五十六年会历大火的时候 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 童年出入圈的新人会在七年后 和他陷入一场恋爱争议里 在投入和刘俊烈这场 从戏里延伸出来的恋爱时 也不会想到 七年后以这样的反转结束 甚至到如今 臭男张鱼精还稳坐钓鱼台 看着两人女友扯头花 十九日柳俊烈争议后出席活动 结果韩国记者要求比心 柳俊烈不但没比还臭脸 本以为是他心情不好 结果在下班时 外围的粉丝对他喊话 柳俊烈立刻藏不住笑容 还对粉丝们比了耶 挥手示意后 才进入保姆车内 耳灵一边 合同吸收事业云的大法似乎有生效了 经常占据热门话题版面的人气演员 韩少喜 突然也被常年代言的品牌通知 约满不续了 与韩少喜合作代言三年之久的 NH农协银行决定 这个月初的合约到期后就不再续约 甚至已经找到了新的代言人 也确定拍摄新广告的日程 而NH农协银行算是韩国前五大的金融品牌 除了银行代言外 他原本是乐天集团旗下 这名烧酒品牌出饮出乐的代言人 官方则表示 一年合约到期后决定不续约 目前还未找到新的代言人选 不知道这次 他的恋情结果会不会比理会利好